整個北京市的這個 市街警道機 這個警道來說的話 它的能見度非常低 不過看起來很像世界末日 他們說跟中國的經濟 一樣的這個狀況 這個已經不是隧道 變成是地下水道 對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整個車完全就是這樣 這個太可怕 對 如果你在這裡面 有一點閃失的話 你真是進退不得了 對 現在中國戰士 烏漏偏風連雨雨 凱米颱風被中國形容說 是陰魂不散 就沒有想到 現在在東北 現在在北京 現在在貴州 現在在重慶 都有大雨發生 都有好大雨 都已經造成災情 搞了半天 都跟凱米颱風有關係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是在中國的東北 在瀋陽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瀋陽的陽 因為就是說 變成是海洋的陽 這是瀋陽 對 我們前幾天不是有一個車 在這個特斯拉 在這個高雄開的時候 就是類似這樣的畫面 現在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中國的瀋陽 它已經水都已經快要 淹到它的這個車子 它已經這樣子開 剛剛講 這個車道都輪胎上面了 沒辦法 因為目前為止 他們突然下 他們就說 他們叫做強對流的這個天氣 突然之間就下暴雨的這個狀況 那包括說 像這個瀋陽等等的六個城市 它不只是下大雨 還有大風 還有冰雹等等 這樣的狀況 你看 開進去 這是他們的隧道 他們的隧道 隧道就要說 這個已經不是隧道 變成是地下水道 對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整個下 整個車完全就是這樣 這個太可怕 對 如果你在這裡面 有一點閃失的話 你真是進退不得了 對 然後我們前幾天 我們高雄不是很多停車場被淹嗎 他們目前也是一樣 水灌進停車場 他們也是當地民眾 糟糕 他們想一看 下一看怎麼辦 是不是要堵上那個相關的 這個防水的這個 這個堤槓相關的 你看這也是一樣 這因為雨下了 突然太快的一個情形 那除了這個之外 包括說你看 他們的高鐵 他們高鐵在那邊走的時候 因為暴雨 暴雨在那邊不斷的沖刷 那可能伴隨了 非常多泥沙 這樣打打打 就整個 欸原本是白色 現在換成是這個顏色 你就知道說 土黃色的 你就知道當時的雨 有道理有多大 可能還有伴隨了一些 這個吐石 這樣打在他的身上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這個魚 對 這魚 因為什麼 因為突然之間 這個水 這個魚 雨可能來到這個地方 可能雨被沖到別的 這個比較淺的地方去 他們就開始在那邊跳上來 他們說 哇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魚 這不就開始在那邊 抓雨的一個情形 那民眾就 裡面的海氧量都改變了 對 民眾就來 你看民眾就抓了 雨就回去了 那這個 我跟你講 這一次的雨也是1951年以來的 瀋陽有史以來的最大的 瞬間的降雨量 難怪你看東北的瀋陽 這個地方都是這樣 那緊接而來呢 包括亞綠江丹東這些地方 也是抓在那邊 因為接下來可能這些水 就會到那個地方去 好那除了我們講到的瀋陽之外 北京也是一樣啊 這是北京 剛才他們有講說 北京就像打開地獄之門 原來是這個畫面 它也是強對流雨 你看整個雲 雲其實雲霧非常低 那你看整個北京市的這個世界警道機 這個警道來說的話 它的能見度非常低 那雲很多 那他們就說看起來很像世界末日 他們說跟中國的經濟一樣的這個狀況啊 好那也是一樣 他們現在上到高架橋 幾乎全市 因為北京有非常多高架橋 有一環啊兩環那些高架橋 現在幾乎全部都是這個淹水 高架橋上面全是淹水 所以北京當然是塞車啊 那因為下雨下太多 你看民眾在這個也是一樣 結果這台車 他想說不信邪他就硬開 硬開之後保潔他最後怎麼辦 他就撞到這個電信桿啊 老闆我回路後來看 是 剛年人在出來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發現 他根本全部泡在水裡 因為他是有一個小下坡 小下坡想說我就硬闖 結果上來之後因為水漸得太高 他可能就沒有看到前面 這在北京 對就撞上去了一個狀況 好那你看 因為這個上班的時間突然下暴雨 所以民眾你看 他們都是蹭著雨傘 或是說騎著腳踏車慢慢的這樣做 那如果你沒有交通工具了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排隊等車吧 所以目前為止 整個北京的交通 也因為這樣完全大亂的一個情形 你的這群人是在等車 等車排這麼少 對 那看他們都沒有穿鞋子 因為鞋子穿下去 一定就完全被淹在水裡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水太多 你看這些民眾 他們都在家門口 為什麼 很多這個裡面 家裡面的沙發啊 什麼都被衝出去了 那公車 你要坐公車來說 公車也會進水 所以你看現在整個 這個除了旁邊淹水之外 公車也是完全進水的一個情形 那甚至你看這個民眾 他行走的時候 都已經快要這個淹得非常高 半個人左右的高的一個狀況 不是 如果從這個畫面來講 這個人 他這個機車基本上 所有的輪胎都不見了 對 沒錯 那你看甚至還有什麼 很多人去紫禁城 我們不是說紫禁城 他有所謂的千龍土豬的這個 土水的這個狀況嗎 也是一樣 因為水下了太多 他有他自己的這個排水系統 難得一見 就一千個左右的土龍口 全部都在土水的一個狀況 他們現在就是因為 這樣整個大雨真的太誇張 好了 我們就講 那你說現在在北京 在華為在東北淹水對不對 對 就沒想到他的西南也在淹水 而且他的西南東北淹水 都跟凱米颱風有關係 對 因為凱米颱風來說 我們就講 他經過這個東北之後 有帶進來非常多西南邊的氣流 跟這個地方的雲雨形成強對流 但另外邊也是一樣 在這個地方 有時候貴州跟重慶這邊的 也是一樣 他帶進了西南氣流 也是開始拼命的下 所以這幾天的時候 重慶 你看重慶也是開始下大雨 你看 隔米這個颱風 隔米深入南方 然後罕見的這個抵達 重慶 貴州 然後開始特大暴雨 開始下 然後你看開始特大暴雨 所以在重慶也開始下特大暴雨 就是你看 大家一路下得非常誇張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貴州 貴州很少遇到這麼大的雨啊 他們貴州都從來沒有這麼大雨量 他們一直下 他們就說 我們很多貴州人 都會去什麼梵敬山 山頂不是有一個廟嗎 結果沒想到突然就下大雨 結果沒想到 這些旅遊客 他們原本要來爬山 結果現在完全沒困在上面 突然間雨下得很大 風也下得很大 這雨都是突然來的 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所謂四川的境內來說的話 雨也下得非常大 河水又開始暴漲 所以河水暴漲的時候 我們就講 過幾天搞不好 這個長江下雨又開始要遭殃了 因為在上游你看 土石流啊 爆發土石流 這是在四川的這個金川 所以我們昨天看到了 山東那個滑坡的景象 對 竟然在四川也出現了 因為四川更多山 你看這就是一個滑坡 滑坡之後山洪爆發 然後把很多房子毀掉了 那在甘孜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因為雨下得太多 那土石已經開始鬆軟 喔 開始落石 一直打 你看這個 這個司機真的是相當 相當強 他們算命好啦 他真的這麼大石頭 砸在他身邊 天啊 他如果再晚一點點 他可能真的會有生命的危險 那因為非常嚴重 那甚至有一台巴士 他開過去之後 突然人家發現 他說不對 前面已經要開始要滑 這個山體 可能有一些滑坡的這個問題 我們要趕快閃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在這個 這個所謂四川這邊 然後還有很多橋樑 你看都瞬間就這樣子 很多這個土石就這樣下去 那這是一座橋 一座橋下面有一個陸基 就陸基完全被攤 被攤方 完全不見了 所以這個橋底下 已經沒有支柱了 對 它原本是有這個山體的 就因為雨一直不斷的衝刷之後 整個就滑坡 那滑坡到底多誇張 對 好 多誇張 寶姐 我們再看這張圖就知道了 這在湖南當地 湖南當地來說 欸 這過去 寶姐 這過去完全都是綠綠的一片 結果這些黃黃的都是什麼 都是山體滑坡之後造成 你看這麼多這麼多山體滑坡 所以老實上 為什麼這一次 這個所謂的隔美颱風 中國叫隔美颱風 台灣叫凱米颱風 真的對中國造成的也是 幾乎是前所未見的一個大災難 你看到這個隔美颱風 對台灣造成重創 結果它進到了中國之後 中國用那個字來形容它 陰魂不散 你看到它現在從台灣 你看到它進到福建 長得結合 結合了以後 又變成了一個新的風暴了 沒錯 台灣的凱米颱風 登陸的時候 中國大叫隔美颱風 結果沒想要造成 中國大非常嚴重的這個傷害 你看它從福建 一路往江西 然後湖南 湖北 然後一路往上走 走到田津 然後後來還轉到東北去 寶姐 那事實上 連北韓都受影響 對 它這次整個大 中華 中國地區的大部分的地區 都被它影響了 另外一個嚴重是什麼 毛主席的故鄉 湖南 這次嚴重 最嚴重 我們都以為好像是福建 結果沒有 是湖南 湖南目前幾乎 湖南平潭 對 湖南的這個湘潭 很多地方 稱州 全部都是淹大水 所以甚至毛主席的故鄉 這個湘潭這個地方 它的堤壩還破掉了 所以等於淹得非常嚴重 所以有人就說 這個連毛主席的故鄉 這次都淹水了 甚至還往北走的時候 寶姐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連金正恩 金正恩要去視察的時候 他很多人困在這個災區裡面 甚至連金正恩的車 都還吊在這個田裡面 所以這次金正恩 他去視察災區 連他的車子 他的座駕 都要涉水而行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颱風真的相當誇張 而且我沒有想到說 這次進到了中國 剛才你進到了福建 你進到了廣東 福建廣東很嚴重就算了 最嚴重的竟然是湖南 湖南可怕在哪裡 它居然出現了三體滑落 三體滑落 有21個人在裡面吃東西 就被火埋了 對 沒錯 因為一般的颱風 進到這麼北邊來說 應該是沒有威力 但是沒想到 他跟周邊的冷空氣結合之後 然後順便 還有西南氣流不斷地進來 那這是在湖南這個地方 那湖南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現在都在 倡導一個叫農村樂 就是說你這個 有這個大部分的都到農村 去民宿家裡面 去住在農村 結果他們很多老人 就去住在農村 想說這個熱天這麼熱 我就來湖南避避暑 結果沒有他們早餐 在吃飯的時候 抱歉 旁邊身體都滑坡下來 你看就整個這樣子 他就是下面那棟旁邊 對 整個這樣 能不能掩蓋掉 整個滑坡下去 結果沒想到 有21個人被埋住 因為那時候 全部人都在吃早餐 這個來得非常非常的突然 然後就滑下去了 然後滑下去的時候 21個人被埋了之後 沒想到救救救救 有15個人已經 就不幸罹難了 所以這個大家想說 怎麼那麼嚴重啊 所以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很多中國的山區 特別是在湖南這一次的 相當相當之嚴重 除了這個所謂的湘潭之外 還有橫陽啦 還有沉舟這幾個地方 完全都是這一次的 這個中帶區 就是颱風進到這個地方來 在這個地方拚命拚命的下雨 所以你看這個 洪流爆發 然後把這個 他們都 防止衝了 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 這麼大的這個雨水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這個雨水 然後他還 甚至還出動這個直升機去 把它救援 才能夠救援出來 你看 這個是沉舟 湘潭這一帶的這個狀況 好 那你想 你說那個樹根本就被連根拔進 對 那你想說 為什麼那麼嚴重呢 寶傑 我們就講 正他進去的時候 就從這個台灣這樣進去的時候 照理說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麼大呢 他就一路走一路走 寶傑 他登陸的時候當然很強 但是他其實一度風力有減弱 風力減弱 因為他的這個熱帶的這個 洞流減少了 結果變成他來這邊 他已經被掏空了 結果變成他在當地 他在湖南這個地方 跟當地的空氣結合 再加上什麼 西南季風又不斷的進來 給他灌 灌 所以他反而是在這一帶 他在湖南這一帶下了很久 而且又待在這個地方 待了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他一個晚上 你看 我們台灣下幾百毫米 這個已經很誇張了 這個七八百 他們這個地方 一夜下了三百毫米 這個都已經是他們快要到一年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量 不是 因為對他來講 他們的整個防水的設施 海水的設施 跟台灣完全不得比 完全沒辦法抵得住 所以他就造成說 他們目前為止 陳州啦 這個所謂的報告襄坦 非常非常嚴重 而且我們上禮拜就講的 按照歐洲氣象的預估來講 他會一路往北 往北那哪 他會到了東北 他果然進到東北 而且真的進到了壓綠江 沒錯 好 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壓綠江已經發佈說 今年的第一道的這個洪水 雖然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在吉林那附近 或者說在很多的地方 他們目前為止 他們都說從來也沒 很少經歷過這麼大 去年當然這個 他們颱風有經歷過一次 今年又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他們想要怎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吉林已經公告 三樓以下就要移轉到高處 然後宣布就是停工 停班 停課那些 五庭都宣布出來的 然後停運 然後停業等等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說這個台風吹到了吉林省 對 而且因為他們當地 從來沒有遇過那麼大的 瞬間降雨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在吉林的話你想 那北韓應該也會遭殃 結果果然沒有錯 因為他就往這邊過來之後 目前為止 你看 中國當然是 東北也是很多地方淹水 對 這是目前為止看過去的 是在新益州這個地方 新益州你看 都是完全一片汪洋 對 那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這個新益州這附近來說 大概有五六千名 你看他們北韓已經出動了 相關的 你看 金正恩還在那邊揮手 我把你們救出來了 你們要感謝我 就是這樣 所以金正恩 你想想看 如果這件事情 出動了金正恩 對 就代表他多嚴重了 他當然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所以你看他還當地釋導 你看他還坐在椅子上那邊釋導 說你們現在目前為止 最可怕的是 他的座駕竟然涉水而過 對 沒辦法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當地真的都是完全都是 已經淹水淹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只能開著他的座駕 就這樣涉水而過去 繼續釋導民眾 你看這個路這樣子 這個空拍圖就知道 他也一定要涉水而過 不然他怎麼過呢 所以他現在也趕快動員了 這個非常多直升機 去把這些人救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一個 我們台灣叫隔米 這個中文叫隔美 你看一路的往 你看這個地方走走走走 走到湖北湖南的時候 這個對湘潭那邊造成 非常大的災害 然後再往北 北京 然後沈陽 然後一路到現在 經過北韓的時候 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你知道他事實上 這個颱風現在真的很多的軌道 或是他的走的方向 完全不是我們目前 能夠控制的一個狀況 但是你說這個帶來的西南西流 不但是影響到我們的南部 剛剛講這一塊地區 就是剛剛講的深淬 風雨這麼大 是 這張雲圖 剛剛節的時間比較早一點 我剛剛看現在 及時的錄影的時間 現在整個這個咖啡社的 就整個在這邊很大一塊 全部都是非常強的 就我們講的厚實的雲帶 就在廣東整個照 把整個廣東都照上去了 然後台灣這邊的話 他還有非常零星的上來 所以說對我們來講的話 今天這個中南部還是要防大雨 你說從台中 台中 彰化 南投都會有 對 一直到台南 這邊還有一個雨帶 如果說我們看這一張 你看到這個是剛剛 這個下午接上去發的 這個雷雨警報在這邊 這整個地方都是還是重點 高雄 屏東可能稍微緩和一點 可是台南 以北 一直到南投 台中 彰化 全部都還是在這個雷雨區裡面 然後這個是比較放大看的 看到更清楚這整個是台南 他這樣不斷的移進來 還是有這個雲帶 難怪後壁現在淹水淹得一塌糊塗 對 的確 然後而且下午還有熱力作用 所以它的這個影響會更明顯 那至於說明天的話 那這個雨區會慢慢的出去 那沒有錯 可是明天像屬現在又發布了一個 特別的狀況 我看到因為這邊還有一些雲帶 它這次這個颱風 它的這個外圍環流 颱風其實已經到了這個大陸這邊了 它的外圍非常的寬廣 所以說明天這邊南 這個東邊的東西 它還會推進來 因為太平洋剛才會慢慢推給它進去 那東部要下雨了 對 東部包括台東還會有一陣大雨 明天的這段時間 花蓮 台東 這次花蓮 台東本來不是那麼明顯 對 花蓮 台東等於說 從宜蘭 花蓮丟球到南部去 那邊又丟回來 花東又有了 又開始有雨了 所以這個颱風真的是 時間真的是讓我們捉摸不定 那對我們的防災要持續的去守勢的狀況 好 那這次你幫我們截下來這個圖 這個圖我要怎麼來看待呢 這個我們看一下它後續幾天的變化 也就是說當它 凱米颱風 對 凱米颱風進到大陸裡面 我昨天有講說 它進到大陸裡面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 跟北邊的封面結合起來 變成一個溫帶的這個氣旋 溫帶低壓 可是它就會影響到 中國大陸的華中華北 甚至於到 今天我們看到到東北那邊 然後甚至影響到北韓 那是今天最新的歐洲模式 它會到北韓去 對 如果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它的預測 歐洲模式的預測 它這樣走進去 它轉上去之後 就這樣子轉一圈 到北韓去 然後再到日本那邊去 因為這張圖就很清楚 這個就剛好繞到北韓 所以說我們看到 這個是禮拜天 這個是禮拜一 這是禮拜二 所以它這個系統慢慢上去 這就是它這個颱風 變成一個溫帶氣旋 接到這個封面系統 就凱米 對 凱米颱風 然後變成一個溫 它變成一個熱帶低壓之後 變成溫帶低壓 然後持續的往北走 這邊這個紅色的地方 就是下大雨的地方 這個是這個河北省 河北省那邊 然後在之後 它繼續的往北走 你看 它自己往北走 河北到這邊就遼寧了 對 然後到了東北這邊 然後甚至於到了北韓這邊 整個都是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等於說 它好像是英文不散 整個從南邊掃到北邊 從現在廣東 然後持續的這個江西 湖南 湖北 河南 一路掃上去 這個都是它 未來可怕的地方 而且你從這張圖看起來是 它現在東西串連 串連剛好就點 符合帶就在台灣 對 這個沒有錯 這個因為我昨天 前幾天有講 這個是颱風的那個 殲二代符合帶 ITCZ 然後這個季風潮 就在這邊 剛好是符合帶 到了颱風再進去之後 我們現在還要擔心 後面的狀況 就是當它進去之後 往北走的時候 台灣這邊還要小心 這邊又有一個 涡旋在發展 又有一個颱風了 又有一個涡旋在發展 只是說它現在的過程 因為颱風是這樣子 前面一個颱風走過的路徑 它後面的颱風 有的時候如果馬上再 產生一個另外颱風 它會跟著來 只是說它的強度 可能沒有這麼強 會稍微弱一點 後面還要看 這邊附近的這個 風切的狀況 目前看起來 好像預測風切 會稍微大一點 所以對它的發展 可是它還是會變成一個 所謂的熱帶氣旋 繼續的接近 跟著凱米颱風走 跟著它原來的路徑上來 那會接近到我們 也就是說下個禮拜一 禮拜二 會接近到我們的東部海域 這個時候 它可能是一個熱帶性地基 不見得是一個颱風 那我們還要持續的關注 它的變化 這個凱米颱風的中心點 已經離開台灣 它現在直播福建跟浙江而去 現在對中國來講 非常緊張 就看到 它們現在是紅色預警 17級的風王 它們稱它們叫風王 隔美首度燈焰 現在擔心的是 浙江暴雨 大江溫情帶來了 而且按照澤盛 現在的分析講說 這個等於說凱米颱風 它會一直往北 往北到南 它有可能到日本的北海道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凱米 中國道叫隔美 準備要登陸了 那登陸的時候你知道 因為它目前的路徑 讓中國道的民眾 非常非常擔心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 一路上去之後 目前為止會繼續往北 往北往北 可能最後會到河北河南 那這個呢 會到河北河南 南中國大會想起了 去年的杜蘇瑞颱風 他們現在崩緊神經 抱歉 你知道他們怎麼樣 他們現在很多的這個 包括說你看 這個 他們準備 等一下 它這個摩托車 就要被吹掃在地上 這就是杜蘇瑞的威力 杜蘇瑞颱風來說 真的讓中國大會完全嚇傻了 為什麼 因為杜蘇瑞當時登陸的時候 他們從台灣南部往北上去 因為他們有登陸台灣 所以等於強度繼續維持 結果一路呢 從中國大會南部登陸之後 抱歉 它一路往北衝 因為中國大會一路上往北衝的過程裡面 完全都沒有任何的高山 所以它一路肆虐往上 所以肆虐往上的話 寶姐然後它最北的 從一路從這個江西 一路往北 它最北到了中國的東北 連黑龍江 跑去東北 連黑龍江都自沾 所以這個我才說 這是中國大陸史上最嚴重的一個颱風 損失金額之大 所以最後他們 笨話不說 把它出名吧 結果沒想到 這個惡夢現在又來了 凱米 它的路徑也是一樣 這次可能會到河北附近 所以我就講 現在中國是 中南沿海 是沿陣以待的這個狀況 那為什麼中國現在 這麼忌惮這個凱米台風 它會想到 它的中心是非常的密集 而且它的結構是不對稱的 而且它把周邊的那個能量 大幅地吸引過來 它不斷在增生當中 雖然現在它的強度已經減弱 但是它很擔心 經過了台灣海峽 它是不是又會再增強了 對 所以你看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大會從這個福建 福建要求說你這個船舶 能夠回來就完全回來 所以你看 他們現在很多的這個船舶 都已經進入港口裡面 非常非常的害怕 另外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很多地方都已經開始啟動什麼 開始要洩洪 預防性的洩洪 或是預防性的這個狀況 甚至很多 這個中國大會現在的這個 客運或是班車 已經完全都是停運的這個狀況 他們現在等於是繃緊神經 準備這個 感受這個隔美颱風來 衝擊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剛剛講的 去年那個杜蘇瑞 對 一直跑到了東北 最遠竟然跑到了黑龍江 對 沒錯 這個杜蘇瑞颱風就是這樣 你看它當時 如果大家記得非常清楚 它就掠過台灣的南部 然後從福建 然後江蘇 一路河北河南 然後一直到這個河北之後 它一直往北 還到這個黑龍江去 那這一次的這個隔美颱風 你看它路徑有點像 只是說它從台灣有掠過的時候 它有受到中央山脈 略微的這個破壞 但是它的強度跟這個杜蘇瑞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中國到時候就很緊張 你看我剛才不是看了一些畫面嗎 全州的這個體育館被毀掉嗎 然後福建很多大樓 完全被摧毀 洩洪 然後甚至這個東北 還下大雨的這個狀況 好寶姐 這一次的這個這個隔美 恐怕不會比杜蘇瑞更加輕微 為什麼 你看他現在登陸到這個 從台灣掠過去之後 然後準備從中國大樓登陸之後 寶姐你看他的路徑 一路往武漢 然後周口 一路這樣衝 衝到北京 然後衝到北京之後 他還往東北衝 上次衝到這個黑龍江 他這一次不會衝到黑龍江 可能衝到這個東北以南 在瀋陽這邊之後 他還會往北海道去 所以這一次等於是說 他的路徑來說 你看從這個台灣掠過去之後 掠過整個中國的大範圍之後 還要到北海道 你就知道說這個對中國損傷道理 會多嚴重 這麼大的範圍 而且他們現在中國 很多地方還有淹水 就現在又來了 然後他們現在擔心什麼 因為往中國的時候 它的熱空氣 很多會跟周邊的冷空氣結合 還可能還會再下更多雨 會再下雨 所以他們現在很緊張 剛才講現在 這裡已經中心離開台灣了 離開台灣以後 他們進到了中國 中國非常緊張 他說根本就是整個 西太平洋的瘋亡 是 因為現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凱米颱風它現在要登陸到了福建進去 福建進去之後 因為它的整個雲雨帶 還有它是非常的威力很強 所以他們現在講到說 會不會就像去年的一個 杜蘇瑞颱風一樣 所以影響到的可能是中國十個省 你知道嗎 這個浪也太高了吧 對 它的浪至少有五六層樓的高 然後他們就講到說 現在你看它才剛登陸而已 就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性 所以他們就講到說這個 從南面進去之後 一路往北啊 包括浙江 包括江西 你看那風大到什麼程度 它其實是個貨櫃 整個被吹翻了 被吹翻之後 它怕這個貨櫃又再度被吹起來 所以它弄了兩台吊車 一個吊前面 一個吊後面 因為他們說 我們現在最好不要移動它 最好的方式就讓它穩在這邊 不要動 所以用兩台吊車把它給固定住 他們講到說這個太新人了 難怪人家說 所以已經有貨櫃車被吹倒了 對 貨櫃車被吹倒 而且是十級以上的一個強風 他們講到說這個其實 光是在浮居才剛登陸 就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性 你看那是本來是馬路 就因為水已經從旁邊的河 直接淹到馬路上 所以開過去 不然你這樣遠遠一看 你會以為整片都是汪洋 所以這個浮州這邊 已經開始有淹水的狀況 再來還有哪裡呢 這是浙江的舟山 浪之大你看 你看那個波浪 已經有點分不清楚哪邊是岸上 事實上有燈光雨影 右邊的這邊其實原本是馬路 原本是類似堤防 可以在那邊逛一逛 結果現在浪大到整個 全部都被水淹沒在裡面當中 而且他們就說你看這個白天 這個應該也有十七八層樓高的巨浪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 他們才剛登陸而已 就已經對於中國沿海部分 還有一路往北 甚至到安徽這個部分 都受到影響 難怪中國這麼緊張 中國很緊張 因為他們就很怕像去年的 一個杜蘇瑞颱風 去年杜蘇瑞颱風 對中國造成六百條人命 一百五十多億人民幣的一個損傷 這是你看浙江領海準備沙包 就是這全部都是沙包 就是怕去年同樣的一個災情 會再次重演 那事實上大家會想到說 我怎麼感覺上 不是從那一個福建這邊登陸嗎 為什麼好像連河南河北 甚至連東北這個部分也嚴正以待 你看這是哪裡 這是瀋陽 瀋陽的暴風雨竟然是用稻的 你知道嗎 想說這個雨也真的是太驚人了 所以你說現在中國大陸內部 自己已經是風雨交加風雨不斷了 我已經有風有雨了 結果你還跟我來颱風 是而且他們講到說事實上 從上個月從六月份開始 其實中國就發生很多的一個災情 那現在再加上這一次的颱風 所以才會災情這麼樣的慘重 你看在暴風雨當中 那個人根本完全沒有辦法 走著走著就跌倒了 因為那個地也真的是 讓你沒有辦法繼續行走 那還有包括哪裡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他們高速入口 全部都已經封閉起來了 然後這是吉林 想說奇怪 我福建的颱風怎麼跟吉林有關係 原來本來有另外一個強降雨帶 那因為颱風的關係把它往北 往北極 所以現在包括吉林這些地方 一樣也都是暴雨 然後所以你的那個汽車 全部都被淹在水裡面 然後晚上從白天到晚上 暴雨整個街道都成了一個河道 這個看得起來你想到說怎麼會 海邊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馬路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中國從6月7月一路以來 可以說是水還沒退 結果沒有想到強降雨 再加上這個颱風的來襲 所以整個中國他們說 有一半的省份都泡在水面 人很可怕 叫他趕快跑 為什麼趕快跑呢 因為這個馬路 竟然就這樣斷掉了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真的驚問我一定會嚇死了 還好這個人跑得非常快 因為真的你如果跑不快的話 你很可能就命上皇權 所以他們都講到說 這個中國半個地方 包括甚至連甘肅跟內蒙古 都被傳就是整個泡在水裡面 你看這個汽車整個就被沖走 這是哪裡 這是甘肅耶 甘肅龍河的 它竟然會因為強降雨的關係 引爆了山洪 衝斷了路面 所以這樣就整個車子就在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人 你如果裡面有人的話 那真的是可能那個小命也不保 他說場面其實非常的觸不清晰 其實還是水患不斷 對 水患不斷 他們就說到目前為止預估 大概有1500人會受到相關的影響性 然後有大概上萬人 都必須要千里到其他一個地方 房屋道路都被這個衝壞了當中 那除了剛提到的甘肅 竟然也受到這樣同樣的狀況 還有哪裡 四川 這四川啊 這個韭菜溝啊 這個部分你知道 竟然也是很可怕 就是也是那種山洪爆爆 然後那個落石啊 然後也是一樣 因為強降雨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發生了土石流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 很多的包括你看這是什麼 就是剛提到的 就是四川一個救難人員 然後他在救災的時候 被衝走了你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人 就趕快被漂了數公里 很多人趕快去救他 所以這個真的是險象環深 還包括四川的如定高山 也一樣就是這個高山的落石 砸象公路 所以他們都講到說 現在整個中國 包括連內蒙古這邊 竟然也發生了一個大水 所以可以看見整個中國 從6月7月到現在 福建登陸的這個隔米颱風 恐怕會為中國帶來更多的災情 如果現在這個隔米颱風 不但是現在全臺戒備 因為這是十年來 第一次籠罩全臺 而且全臺灣 都在這個颱風搖滾區裡面 甚至中國大陸的氣象局 也非常簡單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強臺等級 而且他說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怪獸 對 現在來講這個怪獸 其實大陸那邊非常非常的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各地來講 都是強降雨的一個情況 現在來講 這個凱米還沒有來 但是在海南島這地方 有巴比倫 巴比倫其實只有他的五分之一大而已 五分之一大你看一下 這樣掃下去之後 他們巴比倫已經把海南島 幾乎蹂躏到不成樣子 我們一個導播一個一個來看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幾乎是整個畫面 是可以看到 暴雨下 對 這是暴雨下來講 但是下在海南島上面 這個颱風 已經讓這個海南島 已經快受不了了 甚至呢 還有這個狀況是 油罐車 你看油罐車有多重 油罐車呢 在行進過程當中 就直接卡住了 然後線到裡面去 我們看看油罐車的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讓大家看到說 哇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直接卡下去 被吹倒了 這是幾頓重的油罐車 都會掃下去 然後呢 其他的地方呢 路數也是連根拔起 那我們在講說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是目前的巴比倫 那如果是 凱米颱風 五倍大的凱米颱風 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了 中國有九個颱風被除名 九個颱風被除名 都是類似的路徑 對 九個颱風都是類似 直接打到福州 直接打到浙江 我們先看一下龍王颱風 龍王颱風 大家聽到這個名字 其實印象深刻 但是已經是2005年 那個時候 他就是登陸福州 導致全城被淹 所以呢 有上百人的一個傷亡和失蹤 所以龍王颱風之後呢 大家都非常非常害怕 所以龍王颱風的名字 就拿掉了 但是呢 這名字大家都非常有印象 再來是蘇迪勒 蘇迪勒也是中國福建 大規模的一個停電 然後34個人死亡 再來是莫蘭蒂 天歌山竹 最可怕的就是 大家印象最深刻是 宣蘭諾 因為宣蘭諾來講 對台灣來講 大家都會有印象 那個時候看這個路徑圖 就是覺得說 他要給了來了嘛 對不對 就要往這個地方來打了 結果沒有想到 竟然在這裡 9月1號 9月2號 然後V型反轉 V型反轉 打到哪裡 浙江 直接往浙江 浮建那個地方下去 所以下去之後呢 當時造成他們 很大很大的一個傷亡 所以他們說 這是一個超強的一個颱風 如果這次的開明颱風 這樣子過去 又沒有經過中央山脈 來破壞它的結構體 那是不是就跟過去的 這些龍王 宣蘭諾一樣 要直接打到福建 或是浙江 而且你講說 現在中國 是烏漏先逢連夜雨 現在整個中國這樣 水患不在 在七大水系裡面 都有水患 對 你都水患這麼嚴重了 結果你還有一個颱風要過來 對 而這個水患恐怖在哪裡 我們正在講 你現在在重慶 你現在在陝西 你現在剛剛講 你現在在這個鄭州 河南 你現在在這個山東 全部淹大水 現在來講 沒有一個地方不淹水 河南 鄭州那個時候 其實2021年7月20號 720他們都印象深刻 因為在2021年720 發生了這種強暴雨 造成很多的一個傷亡 所以剛剛說 720我們終於躲過了 但是你躲了過初一 躲不過15 因為722又來了 他們說 鄭州是一秒入夜 他們這種颱風來之前 都沒有 都還沒颱風來 一秒入夜 對 他們說這個畫面 看過去你看到嗎 這是一個縮時攝影 感覺上就是一個雲層過來 你說是在那邊 對 一個黑雲 然後過來之後 全程入夜 全程入夜之後呢 就開始下大雨 然後開始刮殘風 然後很多的人就想說 哇 完蛋了怎麼辦 甚至呢 有人呢 直接在公車裡面 水花就漸進來 然後呢 在公車裡算還好 這個畫面 是因為公車底盤比較高 有些人是開私家車 開私家車 你不敢下車 然後呢 躲在車上又怕被衝走 就這樣子受困了好幾個小時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然後他們就想說 如果這種情況 颱風還沒有來 然後呢 就全程淹成這個樣子 而且剛剛講的 不是只有 剛剛講的鄭州 現在山東也一樣 對 其實山東來的時候的話 非常的可怕 它是晚上 然後晚上的時候呢 突然變白夜 這我們應該講是一秒入夜嘛 這個是 黑夜變白天 為什麼呢 因為瘋狂的打雷 瘋狂的閃電 他們一開始這個拍攝影片的時候 還在數一個兩個 沒辦法 沒辦法數了 因為它是連續的 這不是replay的重複畫面 它就一直打雷 打雷閃電 打雷閃電 然後那種暴雨的情況 我們看一個畫面 暴雨衝到了這個街道上面 另外來講的話 這個畫面 我覺得非常的辛苦 這是一個物業小姐姐 物業小姐姐 那個時候呢 發現 雨進來了之後呢 欸 怕淹到客戶的車 怕淹到住戶的車 竟然一開始拿個板子擋住水 結果沒有多久 擋不住 對 擋不住 那個水就這樣 齁齁齁齁齁 後來的住戶就跟他講說 算了吧 別擋了 就走吧 咱們車不要了 因為這種情況 一開始它都是 小小雨 小小水 你都覺得說 我應該撐得住吧 可是一瞬間 雨就淹起來了 雨就淹起來之後呢 你擋都擋不住 好 哲哲 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凱米颱風 不是只有台灣代性 現在這個凱米颱風 中央山脈 它在這個北部 掃過去之後 你說它的結構 不會受到很大的破壞 不會受到很大破壞的狀況下 不管你到了福建 你不管到了浙江 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嗎 對 因為它比較偏北 昨天我們講 如果它是走西北台的話 那直接直撲到浙江 那是危險最大的 可是如果它偏北的話 它的這個主要的 還有一大部分的這個暴風區 都是在外海通過 所以說對它來講的話 它並不會減弱太多 那它經過台灣海峡的時候 台灣海峡整個海溫也是高的 也是30度 所以它還可以在 蓄積能量繼續往大陸走 所以對福建 浙江會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你想說 這個西南風 不但會清醒我們的中南部 也會清醒到中國 沒有錯 因為西南風 本來如果說西南氣流的話 對台灣來講 是去日本的颱風 西南氣流會帶到台灣來 可是這個是往大陸去的 往大陸去的話 它整個西南氣流 整個這個気風潮 會升到大陸的 這個台灣海要上去 所以整個會帶到 這個福建 浙江這邊 對大陸的影響比台灣還要巨大 對大陸更嚴重 對 因為他們沒有中央山脈 沒有這個復國神山來擋 那我們台灣也會 禮拜五也是會受到 這個西南風的影響 那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後續的狀況 這也會 剛剛講不是只有台灣緊張 現在日本緊張 菲律賓也已經受傷害了 中國更緊張 因為它要持步 中國而去了 是啊 尤其現在其實中國的這邊的鄭州 已經陷入了一個暴雨的狀況 他們在一兩天之內 應該是說大概不到24小時時間之內 你現在他們就說一夕之間 整個天空都變成烏雲一片 然後強降雨的狀況 然後局部甚至下了100毫米 所以導致其實鄭州非常多的地方 全部都淹水 你看真是整個水 就是從樓梯這樣整個排下來 那我們知道其實鄭州在2021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他們京廣路隧道淹水事件 所以你看到平面的那個 都已經淹了這樣的水那麼高 而且坐在車裡面 甚至就有比輪胎還要高一個情況 顯見鄭州的一個 一天之內的一個強降雨 導致的真的是淹水的地方很多 包括你連坐在公車裡面 你的這個下面的 他們都說大腿都已經濕了 所以就想到說 這個也不過才下幾個小時雨 怎麼會搞成狗狗在幫主人推車 就是在幫他主人 祝他一臂之力 他們都講到說 真的是這個強降雨的狀況 連這個狗狗也 車子都拋毛了 都拋毛了 然後他們就由這個往下拍的狀況 你看事實上 那個道路裡面有多少車子 全部都是泡在水裡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例子是高架 高架只像是道路 道路都泡在水裡了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然後他們就想到說 天啊 這一次 不知道又有多少車子 就因這泡在水裡面而壞掉 那他們其實很多人就拍影片想說 真的是讓我想到了 上那個三年前的那個720那一次 你知道那一次那個隧道裡面 淹了一百多輛的車子 有六個人上面 所以他們每個鄭州人 只要像看到這樣子的強降雨 瞬間那個整個機翼又回來了 然後包括這個 也是你看整個車子都泡在水裡面 很多地方都是同樣的情況 還有呢 河南的高速也一樣 就是被整個水 你看它只能 你看水淹成這樣 高速公路上水淹成這樣 到最後他們只能回頭 所以本來是有往前沒有 這裡 前面全部都淹水 所以它就從中間的那個分隔島 弄出了一個路 所以那些人全部都開回去 有沒有 現在那個大卡車 因為前面水太深了 對 完全過不去 所以它現在全部都只能回頭了 你知道 他們就說 欸 車子開著開著開一開 還飄了起來 因為這水真的是淹了 而且那個開車的人還講說 哎呀 前面那樣的車能過 我們就能過 我們就能過 就突然之間就浮起來了 然後呢 他們就是還有講到什麼呢 他們就說這個車子怎麼感覺上 也不是下了一點雨而已 才下了幾個小時雨 為什麼會淹成這樣 所以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現出說 事實上的鄭州啊 這個之前排水的工程 根本就是作假的 你這其實非常危險 那個人怎麼樣 他把他的手機 咬在水裡 嘴巴上 為什麼 因為他去分享他的位置 給這些救難人員 那個水淹到他脖子了 對 就淹了一兩公尺 然後你看還好他從頭到尾 他嘴巴都咬著那個手機 所以他可以分享 你看他抱著一棵樹 他可以分享他的位置 跟救難人員 所以他還好 他真的就是幸運的脫離險境 然後他講說 哎呀 你還真的是蠻機靈的 然後後面就講到說 其實類似的狀況真的很多 那你包括這個十萬隻鴨場 然後整個都潰堤了 然後所以那個鴨 FREEDOM 那都開始亂竄 你知道嗎 所以所有的鴨 全部都開始逃開了 但是你也知道 就是說像類似的狀況 你就講到說 為什麼老是 又是鄭州 感覺上只要下雨 鄭州這種情況都不 只會淹得更財 沒有最慘的一個狀況 他說最簡單一件事情 就是過往幾年 不管是每一年都在所謂的整治 每一年都在是做這個排水的工程 但是每一年事實上都不成功 像那個去年 才花了25億元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排水系統 貼石磚耶 而且他們就說不是啊 這一次雨根本就沒有淹到那邊去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貼石磚根本就要不然就貪污 事實上也沒有任何的一個 整治水的一個功能 現在整個北臺灣 甚至應該整個臺灣 都要關注現在凱米颱風 直撲臺灣而來 而且它對於北北起早 會造成極大的衝擊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這個大概是明天中午的位置 它會慢慢慢慢地走西北 然後接近臺灣 不管它的中心位置會不會登陸 它的整個外圍環流 它的風雨都會對整個北臺灣 造成極大的一個衝擊 而我們看到另外一個颱風 巴比倫颱風 現在也對中國的海南道 已經有了影響 你現在看到 這就是海南道 現在傳來的最新的一個畫面 也就是現在這個北臺灣 我們其實很久沒有碰到 這麼大的一個強臺 而且這個臺 剛剛講的 它是一個完美的風暴 我們這個地方的海溫 非常非常地高 這個地方的海溫 高達了31度 所以它很快速地蓄積它的能量 現在它已經是一個中臺的尺度 中臺的尺度它會不會再增大 增大了以後對臺灣又會有怎樣的衝擊呢 好 在這一段裡面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也加入我們的討論 瑞德 你好 大家好 好 剛才看到的 如果從衛星輿度上看 這個海米颱風 又大又結實 風大雨衝 風大雨衝 而且剛剛看到了 這個雨等於它慢慢往西北走 往西北走 到了24號 它就會整個在籠罩在整個北臺灣了 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台米颱風 還不是它最強的時候 保證人知道 它現在還在變強變大之中 為什麼這樣 它現在是中度颱風 因為周邊的這個海水 保證人知道目前為止來說 往常這個地方都是25 26度 現在這個地方溫度已經來到30度以上 所以它持續在吸飽這個水分 那你知道事實上 以目前為止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它約莫在這個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來到臺灣附近的時候 恐怕會造成相當大的災害 尤其是它有可能會掠過臺灣的這個北部的時候 形成一個西北胎 台灣人聽到西北胎都是剉的蛋 所以你知道這一次的凱米颱風 絕對不能夠小觸的一個情形 好 我們來看這個路徑 剛剛講這凱米颱風往西北走 這個西北你走到這個地方 你看到海水都是紅的 海水紅的30度以上 30度31度 然後在這個地方快速的增加 快速增加了以後 它是不斷的在蓄積它的能量 對 沒錯它一直往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海水的溫度 你看以這個目前它周邊的海水溫度 都相當相當的高 所以它繼續在吸收能量 那中國大附近他們有做一個這個相關的研究 他說它現在的這個中心位置的這個高度來說 已經上空是零下96度 但它的海面是零上 這個零上34 35度 所以加這個溫度那麼大 你就知道它裡面對流是多麼強勁 高低溫它100多度 對 所以它隨時還在一直轉強 它轉強的這個溫度 這個狀況一直在持續之中 那尤其是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個所謂西北台 過去我們有什麼 包括尼莎颱風 葛勒里颱風 那加上說最近又遇到 所謂的這個年度大潮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台灣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好 我們看到現在就有兩個颱風 在台灣附近形成 一個是凱米颱風直播颱風而來 另外一個離我們比較遠 巴比倫颱風 可是我們剛剛看的畫面 對 巴比倫颱風它的結構 只有凱米颱風的五分之一 是的 這樣講是一個小的颱風 對 它現在對於海南道也造成很大的影響了 沒錯 目前為止有兩個颱風 一個在凱米颱風 另外一個是巴比倫颱風 巴比倫颱風目前在哪裡 在海南島 欸 保險你知道嗎 中國說什麼 這個凱米颱風是巴比倫的五倍大 所以巴比倫根本沒什麼 可是你看 它在海南島也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它包括說現在 這個老人住在家裡面 它的這個水箱倒下來的時候 砸到它 你看 這個老人現在整個砸到它 另外一個 在海南島目前為止來說 到處都是露宿倒的倒 塌的塌 然後到道路縱亂的這個狀況 所以中國民眾很擔心 他說 現在這個巴比倫 只是它的五分之一而已 就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那如果這個西北台過去的時候 掠過台灣沒有造成損害的時候 可能到中國到了去 寶傑 浙江很多地方 現在都準備 揣在淡的一個狀況 好 看到了 現在 這個就是凱米颱風可能的位置 如果它沒有登入台灣 它就在往旁邊繞過去 繞過去的時候 恐怖什麼 它整個外國海西北風 最怕的吧 進到淡水河口 對 進到淡水河口 它就直接灌到了台北盆地了 對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它受到這個 相關氣流的牽引來說 它可能會略往北 往北的時候 可能會變成一個西北台 那寶傑為什麼台灣那麼怕西北台 第一個 它略過北部的時候 因為結構沒有受到破壞 所以它雨還是會下得非常多 下得非常多的時候 在台北盆地照理說 我們要排出去往哪裡排 往淡水河口 可是因為它這個西北台的時候 風在這邊吹 所以進來的時候 等於是你要往外排 不好意思 沒辦法排 加上說如果又遇到潮水 漲差的時候 那個雙重效應 所以為什麼提到這個西北台的時候 台北人都 糟糕又是西北台 大家很擔心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它的結構 的確對北部來說 要排水更加困難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講說現在已經有九成的機會 會整個清洗台風 對 你看目前為止 我們相關氣象署 相關出現的資料裡面來說 他說會受到暴風清洗的機率 你看基隆98 台北市97 然後宜蘭97 然後包括說新竹縣97 因為或是北部這個地方 大概有九成以上 都會受到這個清洗 那不就跑不了了嗎 對 那在花蓮是大概八成 然後中南部是比較低 不過我先知道 因為中南部來說 西北台走的時候 它可能會牽引這個西南氣流進來 尤其是西南風 對 尤其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全台灣 尤其是大概到了周三周四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感受到 非常明顯的風大雨大的這個狀況 特別是在北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講說 它其實跟2017年的 尼莎台風是蠻類似的 對 目前我們講 事實上它的這個路徑來說 西北台嘛 跟尼莎啊 或是說跟以前的葛勒里很像 那我們來講 事實上我們必須說 哎 當初的這個傷害真的蠻大 大家最有意象的 對 就是1963年的葛勒里 大家真的聽到完全嚇到 你看葛勒里的路徑 就有可能是這一次 這個凱米的這個路徑 好 那當時的 寶傑知道 事實上我們當時的 這個是當時的畫面 整個街道上面 你看公車已經這個輪胎 都被淹到不見的一個狀況 那當時摧毀的 包括說像道路啦 橋樑啦 那造成了很多人的這個受傷 跟損害 事實上這個 所謂西北台 對於台灣來說的話 真的是壓力非常大的一個情形 現在的天灘真的來得又急又快 這個凱米颱風 本來只是一個熱帶地下 沒有想到一下子瞬間的 今天告訴我來講 那是中台了 而且中台它還在擴張 還在吸收整個能量當中 現在有可能在中國來講 它說它有可能變成一個巨大的怪獸 那這個巨大的怪獸 導播看 凱米颱風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巴比倫 巴比倫整個結構規模比它小很多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這個巴比倫颱風 到了海南島 已經發生災情 而且現在整個中國烏肉偏縫連夜雨 它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災難發生 對我們先來看一下 巴比倫跟凱米颱風來講 真的差很多啊 小小一個 可是來說的話 其實海南島 它之前剛有下暴雨 強降雨 洪災過後你看 好不容易走了嘛 結果巴比倫一來 巴比倫這往上造成什麼樣子 其實也是很大的風吹雨打 然後呢這個老先生在家裡睡覺的時候 竟然門就垮了 然後整個轟就進來 然後睡到一半的時候呢 怎麼會這個狀況 真的是大家都嚇死了 睡到一半 差點就變活埋了 巴比倫不大 可是剛剛講的這個方式已經滑了 霧柱也倒了 水也淹了 而且整個道路 整個道路開始出現 也有坍塌的狀況 現在剛剛講的 中國就非常緊張 中國講 我們叫做這個時候的凱米 它叫隔美 它說現在幹嘛 最擔心的是直奔長江 現在整個凱米颱風 已經吃成一個巨無霸了 對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其實在很多的長江 中下游的地方 已經很多的一個災情了 如果凱米又變成巨無霸 然後又登陸過去的話 那恐怕是不能收拾的一個這樣的狀況 好 那這兩天大家就注意到說 中國的陝西 陝西照你叫做黃谷高原 以前很少這樣的一個水壞的 就沒有想到 它現在暴雨山紅 暴雨山紅現在已經 剛剛講那個車輛 整個25輛車 全部墜入河中 好 我們先來講 這一次為什麼陝西非常嚴重 陝西非常的大 但是陝西全境都下了強降雨 然後這棟房子 也是在一個暴雨的情況之下 山紅又爆發 房子就不見了 然後這個是它的電線桿 其實電線桿是在馬路上面 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電線桿怎麼會蓋在這個河道上 沒有 那是因為沖刷沖刷 你變得河道越來越大 你才會覺得說天啊 怎麼電線桿是在河道裡頭 它前面的道路都已經被掏空了 然後掏空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樹木是直接被這個洪水給帶走 然後一層一層一層 這個水流是越來越湍急 然後最後沖到最後就出現什麼 山體滑坡 所以他們陝西做了一個統計 從這個7月15的8點到隔天的12點 竟然有580幾次 526次的一個強降雨 好 那在這一次裡面 你會說你這個山邊嘛 你這個直批不好嘛 我們來看一下在這裡 在這裡面竟然是一個高速公路 然後這高速公路這個畫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水距離橋面還有10多公尺 所以呢 你不是被水直接沖走了吧 你明明就是還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可是它竟然不見了 這個橋真的是斷掉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它是深夜斷掉的 所以呢 你橋斷了之後有沒有 你後面的車 你根本不知道 你說一輛一輛掉下去 對 所以總共有25輛 而且你看 它斷得非常平整 對 25輛的車 根本不知道前面橋就斷 然後就啵啵啵啵就斷下去 對下去之後呢 這個橋面 現在來講 大家就說你這肯定是豆腐渣工程嘛 如果你是因為洪水沖刷之後 那你是有個拉扯的作用 你不是 你是直接就給斷掉 騎頭式的斷掉 那斷掉之後呢 車子怎麼不見了 總共有25輛車 然後呢 最新找到的車在哪裡 在4公里後 4公里外 你找到車 然後看一下這個掉掛的畫面 你這些車 你已經看不出來 它原本是製小客車 還是鄉型車還是貨車 因為都打爛掉了 因為咪咪冒冒 然後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是 你找到車了 你就到車了 可是人呢 人不見了 這些車子裡面都沒有人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所以所有的車子都撞爛掉了 撞爛了 因為你看旁邊喔 還有很多的那種大的石頭 那一顆石頭 都比你4個輪胎的 其中一顆都還要大 你這樣撞來撞去 撞來撞去 就會什麼樣的狀況 這是貨車 貨車上面還有一個車頭 對 車頭已經不見了 然後呢 駕駛也不見了 所以大家就想說 這個高速公路 從2018年到現在 才6年的時間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貓膩在裡頭 而且我們這裡講的 上面講 這個寶基也出現了這個洪水 對 還沒結束 大家想到說寶基這個洪水 你那時候我們看的時候 是在鄉村嘛 你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新的大樓 新的大樓最可怕的 件事發生了 晚上睡到一半 物業一個一個打電話 說水要進來了 你們家樓下的車 趕快去移車 那你就想說 哇這個物業 對我們很好嘛 叫我們去挪車 結果呢很多人在上網就說 不是啊 我朋友住在這個大樓 裡面下去挪車 人就不見了 然後水就淹起來 淹了三天之後 水慢慢的睡覺之後 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人死在裡面 物業叫你去移車 結果你以為說他好心 你要移車出去的時候 一時之間水加泥巴 全部灌進來 灌進來之後 這情況是 灌到整個地下室停車場滿的 而且跑都跑不了 所以你是一個 一個逃命的機會都沒有 然後你陸陸續續 把它拉出來 發現每台車裡面 都是泥巴 都是泥泥 看這樣子就很像 去年那個鄭州水壞變 在那個地下道 你如果塞在裡面 你進不得 退不得 現在這個地下道 就出現類似這樣的話 你現在聽到物業說 我要把車子挪開 所以你發現 大家車子跟不出去 當車子出去以後 你就被塞在中間 塞走你到時候你想跑 你都來不及了 這就是最可怕的一個情況 物業打電話叫你去移車 你真的想要叫你的車嗎 你下去之後呢 你發現說水進來 你出不去 出不去的情況之下 你想要逃車 你要回去的時候 來不及了 泥巴也來了 來不及了 所以你三天之後 水退了之後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泥巴不是在地面喔 這泥巴是在整個 蓋在擋風玻璃上面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之前 咽的時候呢 是整個滿意的 是整個full size 然後你拉出來之後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痛啊 對 很多人講說你物業 這個就在地下室 這個大家就排隊整個出去 對 根本走不了 全部被 還有被泥巴塞掉的 這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那個死者的家屬就說 你這個 肥瑞城的物業 要給我們家一個交代 如果不是你叫 我們不會去移車 那你不確定說 你這個水 有辦法來控制的情況之下 那你不是叫他去送死嗎 那這個水退下去之後 看到這個情況 真的非常慘烈 以前我們講到 遍地風火現在在中國 是遍地水壞 現在剛剛講你從陝西 現在是四川 四川剛剛講的 深夜這個山紅 這個山紅 一個村都沒有了 這個真的是非常可怕 他周邊已經開始有 有些強降雨 所以呢很多人在外地打工的 想說我們趕快回去 結果呢在回去的過程當中 遇到山紅 竟然直接給衝走了 衝走的情況之下 到目前為止死了八個人 但更可怕的是 失蹤三十個 那這三十個 都是你找不到的 因為你山紅的過程當中 是把整個村子給衝走了 那你找不到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還有機會 再找到人嗎 所以看到中國的媒體講 他們根本就是睡到一半 來不及逃的 對這個整個村子 就睡到一半來不及 然後整個就轟走 那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來之後 你發了土石流 到目前為止 其實已經有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對這個山紅車下去之後 你那個車子 你不要說你車子有幾頓重 你就在滾滾洪流裡面 轉來轉去 你根本來不及逃 所以到目前為止 所以我就算上了車 我想跑也來不及 來不及跑了 八個人死掉了 然後呢三十個人失蹤 三十個失蹤的話 恐怕他不會傳來太好的消息 然後有1500個受災 所以在這種強降雨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一路這樣講過來 河南 陝西 四川 幾乎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幸免於難 而這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後面還有一個巨無霸 後面還有凱米颱風等著來 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過去的話 你根本逃不了 好 那為什麼現在 現在中國對我們的凱米颱風 這麼的緊張 因為它會直播浙江而去 而浙江更恐怕的是 浙江現在已經有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強降雨 現在你現在看到 就已經是浙江了 對 已經這麼多的好大雨 已經有這麼多的風暴 你還要來去一個凱米颱風 現在這種情況 是凱米颱風還沒有到 可是每個監視器 你可以看到 真的是拔山倒數而來 幾乎所有的監視器 你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飛沙走勢 全部都噴不見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在浙江加山這個地方 有一個三輪車 這三輪車就是這樣子 它已經拉起走煞車了 結果竟然 然後就撞上去了 幸好車上沒有人 可是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的強風暴雨 沒有人擋得住 然後你只要走在馬路上面 你就陷到了一個可怕的遊戲場 車子撞來撞去 人飛來飛去 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來一個凱米颱風 恐怕浙江是承受不住的 好 導播我們先看 這個是廣東 我都沒有想到人在家中做 或從天上來 我在我家做應該風強到什麼 聽我把外面打 然後我家給吹壞掉了 這個地方是在一個高樓層 高樓層的情況之下 過去來說的話 颱風來了 大家會去拉一個 一個極限 想要做弄好嗎 結果她說不是啊 颱風還沒來 我知道說要風大雨強了 我趕快去把門給關起來 然後還上了鎖 然後這個媽媽還是叫著 小孩說走走走走 關好門了我們走吧 結果下一秒 小朋友看到外面在閃電 整片玻璃門 全部就直接給撞開了 然後撞開的情況之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 怎麼會這麼可怕 而且她跟過去來講都不一樣 以前是有東西打到 那個小裂縫 可是她這種窗架 從窗戶落地窗的框架整個弄下來 她就知道說 這一種12級的強震風 對這種住家會帶來多大的一個煞傷力 她不是單一事件 對 還有別的 對 所以呢 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這種強大雨 其實強風在那邊的話 其實有非常多 都是直接給衝到客廳裡頭 然後大家就想說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到底要怎麼治保 那剛剛講 現在中國到處都有水壞 而加拿大剛剛講的西部高溫 野火越來越嚴重 對 在加拿大西部 現在來講的話 那野火有幾次 有300處的一個野火 然後造成這種野火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高溫 第二個呢 還有一些很笨的人 這種情況 你都已經知道到處有野火了 從7月到現在來講 有300起野火 竟然有一群年輕人 跑去公園放煙火 然後呢 又造成另外一個野火 所以他們的州長這樣說 不管你有多年輕 拜託你又用腦子來講 好了 因為現在來的時候 因為非常的乾旱 那這300處野火 你知道你要怎麼去撲滅嗎 非常的困難 你只能夠 慢慢的一個一個去阻絕它 如果又遇到有人去放煙火 他真的很難想像說 這次的煙火 花了幾個小時去撲滅 六個小時去撲滅 只要你有一點點火星 整個煙火就會燒起來 這個是禮拜三 我們看到凱米颱風的玉孤圖 它不但是風非常強 帶來的雨也非常可觀嗎 的確 它今天已經變成一個中度颱風了 而且它的強度跟壯度 是還在增加中 因為整個海溫都是在30到31度 加上目前它經過的這個位置 會經過一個台灣東邊的黑潮 黑潮是南邊的暖 所以會增加它的強度 你可以看到 它經到台灣這邊北邊的時候 它走的這個西北台的話 整個台灣從北到南 幾乎都是紅通通的一邊 強風加上大雨 這個是我們要守護的狀況 你說剛剛不是講說 台北是97% 整個北台灣90%以上 它不是說我會清洗過來 而且來的是強風豪雨 沒錯 強風大雨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我們看為什麼西北台 會造成這個強風 可以看到這是歐洲的EC模式 還有它另外一個 SM的高解驅動模式 這個是9公里這5公里 可以看到它在禮拜四的清晨的時候 它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歐洲模式 它的這個模式 它走的是沿著台灣海 這個東北角外海 沿著這個滨海公路這樣上去 那這個的話是走比較遠 不過它的這個西北台的話 因為它的結構沒有破壞的話 它的風雨會更強 因為它的風雨你可以看到 直接就從這邊灌到台北市 同樣的走的沿海地區的話 也是一樣 這個紫色的部分 也是會灌到台北市 因為它以前最擔心的是直接從淡水河口灌進來 對淡水河口灌進來 它沒有阻擋的這個河口灌進來的話 對大台北來講 西北台絕對是台北的人的夢魘 所以大台北一定要很小心 沒有錯 北部的話 所以不單只是雨很大 我們剛剛看到雨很大 整個中南部的 它通過的時候 風也會更強 因為它接近颱風中心 所以它的眼牆 當它的風雨打進來的時候 對我們的影響是最可怕的 而且你剛剛講 它一直在增強當中 是因為它經過的地方水溫真的太高 都30度以上 對的確 這個海溫我們看到 這個是今天上午跟下午 這個美軍做的海溫的分布 整個海溫你看這個灰色是31度以上 然後這個紅色是30度 平均這個西北太平洋 幾乎都是30度以上的海溫 那它目前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它未來的話 再經過這個31度海溫上來的話 那就是讓它的這個結構會更完整 然後它的更扎實 然後它的這個風速會更強 這個所以我們預判 現在目前中央氣象署預判 它會達到中台的上限 接近到強台的這個等級 這個是 尤其是它越靠近台灣的話 它的強度越強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等級試試它 那剛剛施中又用中國的一個說法是 它在最高層是-90幾度 我的底溫 我的水溫是30度 我這個來回就是130度了 對 沒有錯 為什麼高層的那個雲頂的溫度是-96度 表示它這個 它的這個颱風的結構 已經發展到對流層以上的平流層了 它的結構非常完整 因為它那個是用那個 紅外線的那個看到的那個雲頂溫度 那海面又很熱 那冷的會往下降 對 熱的往上衝 所以它對流會變得很強 對流會變得非常非常強 所以換句話說 絕對不能等級試之 雖然高壓在北邊 現在稍微抑制它的這個強度 那可是我們看到 未來它經過台灣的時候 它的稻風半徑會有250公里 換句話說整個直徑是500公里 幾乎涵蓋整個台灣大概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說台東以北加以北 幾乎都涵蓋在暴風圈裡面 那這個都是我們要非常注意 而且我們看到除了有日本 日本它走的是會登陸這個藍色線 對 是日本的 其他美國 中國 台灣 我們台灣還有這個香港 都是沿著北海 然後甚至有些是走這個 所謂的這個西北台 那對我們來講 都是對北 尤其是北部 是絕對是風強雨大 從24號的下半天到晚上 到25號的整天 都是這個風強雨大的狀況 但南部的話也要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它有一些西南風會併進來 對 跟它的這個本身的一個環流 當時的莫拉克颱風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造成這個小林村的這個滅村 那就是兩個符合帶在這邊 那另外就是我們要注意它這個颱風 它的行循速度如果說到時候不是很快的話 在台灣下的雨很很強 它的七級風尤其它這個十級風 造的北部地區的話 對台灣的影響 尤其是北台灣 包括這個中央山脈的這個雪山山脈 還有這個中央山脈都是它的迎風面 那這個迎風面的話降雨的時間會非常非常長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山區也要做好土石流 防範這個山脈的這個狀況 所以說從今天開始 今天明天 明天還是一個空檔 它真正的風雨大概就是 從禮拜三的下半天開始 禮拜三下半天 對禮拜三下半天到禮拜四 這是一整天 這都是它風雨最強的時候 那禮拜三的下半天就很強了吧 就開始進來了 因為它的這個目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傍晚 預計 氣氧局預計在今天的午夜 大概就會發布這個海上警報 那明天的晚上就會發布陸上警報 陸上警報大概12個小時 它的暴風圈就會碰觸到 台灣這個東部地區 然後加上它的這個暴風圈又大 那就開始慢慢進來到影響到我們地區 所以說從禮拜三的深夜到禮拜四的整天 都是颱風整個涵蓋到台灣地區 一直要到禮拜五的午夜才會離開 我們剛剛講 你為什麼要蓋水壩 你要制山防洪 你要蓄積水源 而且你要防止這個所謂的洪水泛濫 可是我覺得三峽大壩很妙是 現在剛好是七下八上 從七月的下旬到八月的上旬 這個是中國紅風最嚴重的時候 也是水患最嚴重的時候 可是這個時候我剛剛講到 三峽大壩又放水了 我們上海裡面才講 它是九孔全開 現在我們今天聽到這消息 十二孔全開了 對 十二孔為什麼要全開呢 因為它上游基本上已經下大雨了 而且這個地方來講 開始積水 剛剛我們提到 從陝西一直到華南 其實到處都在淹水 那為什麼這個長峽三峽大壩 又要洩洪呢 而且十二孔全開呢 就是因為上游已經撐不住了 但是下游怎麼辦呢 上一次來講的話 因為它這樣子洩洪之後 下游整個這淹成一片嘛 對啊 你知道嗎 它當時喔 我跟你講我們當時在講 三峽大壩的時候呢 它為了要保住三峽大壩 我就全部洩洪 洩洪到什麼 它把整個安徽 一半的土地 全部都把它洩洪池了 是啊 十二孔開始放水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速度多驚人嗎 你知道嗎 他們有統計喔 五分鐘的放水 就等於放一個溪湖下去了 所以你知道它現在 五分鐘放一個溪湖 對 五分鐘放一個溪湖 那現在放多少溪湖下去了 所以對下游來講的話 現在有些地方也已經開始在淹水了 而且開始淹水一變了喔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這也是跟他們的防洪措施 是有一些問題了喔 所以這時候大家都會想說 那到底長江三峽大壩的上游 到底狀況怎麼樣 就有人想要用空拍機去拍一拍 你知道嗎 現在全面管制 不讓這個畫面成為對外放 不可空拍了 對 不能空拍 而且當地的這個公安呢 都已經拿那個干擾槍 在旁邊stand by 如果有任何無熱機出現的話 我就把你整個干擾下來 這個干擾槍是把無熱機打下來的 是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呢 因為當局來講的話 他們看到過前幾年來講的話 有很多三峽大壩的這些訊息 一直往外送啊 那可能會是什麼 對他們當局不利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全面干擾 那這時候也看出來 中國內部情況 不僅僅是經濟狀況不好而已 現在這種這個洪水災難 也會造成這個民眾的一個生活 處在一個水生火熱之中 而且以前習近平曾經講過 青山綠水好山好水 問題是現在來講的話 洪峰這個出現以後 結果呢完全擋不住 這時候剛剛好 中共中央在開三中全會 也拿不出什麼樣的經濟對策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美國接下來怎麼對中國出招 其實習近平他也是剉那一彈 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三中全會的閉幕典禮 大家看到了習近平畫面 但問題是什麼 拿不出一個正確的 這樣一個經濟解決方案嘛 還有一件事情 這大家覺得非常奇怪 剛開始開會的時候 新華社對外講說 這個習近平是個改革家 結果過了幾天之後 全部被撤掉 全部被拿下來 大家覺得說 本來不是說 新華社它是屬於正部級的 正部級來講的話 這個宣傳應該是誰管的 是蔡奇管的 結果蔡奇可能是什麼 是高級黑 要被習近平發現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把這些文章全部拿掉 但是拿掉之後 也沒有補上說 現在中國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有人說現在習近平非常 要依靠王滬寧 但是王滬寧 他是做意識形態的 他也不是經濟專家 他也搞不出一個 什麼經濟政策出來 所以現在中國內部來講 除了洪水之外 另外經濟狀況也不好